王健想搭今天22时45分的火车北上 6小时25分钟之后抵达台北 请问火车什么时候抵达台北 这一题有两种算法 我们先来看第一种 方法一 我们就是把花费的时间分成两个部分来计算 我们先来画数线 王健搭的是今天22时45分的火车北上 也就是说他出发的时间是20时45分 6小时25分后抵达台北 也就是说他总共花了6个小时又25分钟来坐车 花了那么多时间才抵达了台北 请问火车是什么时候抵达台北的呢 也就是说题目在问的就是数线最右边这一段时间 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求出最右边这一段时间 我们先来看看 今天22时45分 经过了6小时又25分钟 中间一定会先到达20时40 那么从今天的20时45分到今天的20时40这一段 到底用掉了多少时间 我们就直接拿20时40减掉起点20时45分 就知道中间花了多少时间了 算出来的结果 是一个小时又15分钟 也就是左边这一段的时间是1小时15分 再来 到底我还剩下多少时间才能到台北 我知道全部花费了6小时又25分钟 我也知道左边这一段 是1小时又15分钟 那么右边这一段花了多少时间 我是不是直接拿全部的剪掉左边这一小段就可以 所以我把全部的6小时25分 剪掉左边的1小时又15分 剪下来的结果 剩下5个小时又10分钟 也就是说右边这一段 是5个小时又10分钟 可是现在的问题是 最右边这一个点到底是什么时候 我们再看一下竖线这个地方 今天的24时 同时也会是明天的零时 那我们看看 我明天的零时 从零时经过了5小时又10分 是不是就是 明天的5点10分 零时经过了5小时10分 所以它是明天的5点10分 这个很明显的就可以看出来 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去计算 从明天的零时经过了5小时10分 那当然抵达的时间就是 明天的5时10分